文化文化 我們今天討論十年年 我只有看Energy EU 這是一個蠻好的網頁 給你們很多資訊 關於歐洲的一個 執行動物業 就讓你們了解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差別 是我們歐盟會 他們其實沒有辦法 做自己的法律 但是他們可以做一個Directive 那個Directive 他們可以每個Members 然後Members 他們可以自己選 怎麼辦 他們可以用法律 還是法規 還是別的方法 然後有的時候 比如說在 在Building裡面 有幾個國家他們 還沒有一個regulation 所以我們會跟他們講 現在有三年 做一個regulation 所以沒有問題 然後有幾個Members 他們已經用 legislation 比如說德國 他們要跳 在這個方面 在Building的話 對我其實要做比較 上一點 我們做得很好 然後我們要 升得到你 然後最重要的 因為在台灣 你其實可以講的話 沒有問題 你可以說 CO2 Emission 全體全低 到50% 2000年的時候 沒有人會告你 你可以只有這樣而已 如果你在歐洲 你做一個regulation 你的法律系統裡面 你誤會告你 他們現在搞四個國家 因為他們還沒拿得到 他們的財神能源的目的 然後這個會很貴 所以這是一個 implementation 是一個利益的方法 然後在歐洲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們有27個國家 然後27個不一樣的語言 所以你會這樣發文 還是英文 你可以上網的那個Energy網站 然後可以自己看 我記得給你們在這裡看 我們其實 European Union 他們很晚開始做 德國已經1991年開始做 他們2001年開始做 Energy Directors 所以給大家一個目的 然後他們2003年 你一考慮到 因為這是只有 Electricity Production 所以電力的發展 電力發 但是2003年 他們也想到你的 Transportation 我剛剛講 他們說你們要 用BioFuels 在Transportation裡面 然後你也要 再生能源 在Transportation裡面 然後2009年 他們發 那個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ction Plan 所以他們 跟你們說 你現在有做一個 Energy Action Plan 然後他們 他們2008年 發那個目的 所以我剛剛跟你說 如果 我們的成年 沒有辦法到那個 新的目的 他們會被告 所以他們要 花很多錢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 現在是宣布 EUV27 2006年的時候 8.6%是從財神人員來 成一個 Energy Overall Energy 然後 現在目的 2020是20% 然後 因為我們的 國家都不一樣 經濟不一樣 跟發展 跟這個都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 例如說 德國 已經有 2006年的時候 有17% 所以 做得比較好 但是他們對 德國說 一定要拿到30% 然後 德國 這個時候 2006年的時候 有5.0% 他們要到18% 所以你可以看 每個國家 所以 他們會看 他們的情況 然後跳一下 但是 歐盟 20次 過程 8.6% 到20% 然後 我已經跟你講過 最重要是 那個 legislation 因為 如果你跟公司講 你可以自己做 他們很可能不要做 因為他們先要花很多錢 他們說 為什麼我要花這麼多錢 所以你需要一個 legislation 然後 為什麼第一個財神能源是 健常的1.5分 也是Energy Depend 是1.5分 所以 你可以看 我跳 德國太陽學會 跟德國分離學會的 一個 estimations 他們其實說 一共他們兩個 37多 所以我們要看CO2 他們可以見 所以 他們能夠 所以 德國已經 Overall 財神能源跟 這樣那個 你的法律 我們已經做了 28.7的 你的reduction 所以這個超過 我們的問題 但是 你的問題 出在哪裡 對政府來說 跟電力公司來說 如果你做財神能源 你的頭子比較高 線比較高 後面比較低 你先要做一個 財神能源幫 一個太陽能幫 這是很貴 但是 你會不會發 你的電子 越來越便宜 如果你先做一個 code power plan 先做很便宜 但是你晚一點 要用code 所以進行codecode的化作 所以這些 一個問題 你需要 legislation 跟大家說 你要算比較多 不要算 只有現在要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在太陽能 很大 是 所以 你需要先做一個 馬克 然後馬克 做好了五年 十年以後 他會自己考 他不用德爾 政府的負責 然後 最大的另外一個問題 是電力公司 他們其實不要 一個 decentralized system 如果你做財神能源 我們不透露 大的case 每個 路由自己的 每個家人他們 有自己小小的東西 這個對大的電力公司 他們沒有興趣 他們要一個很大的 cold power plant 可以比較好控制 對他們是一個night 沒有 一萬人 有一個小的系統 所以這個時候 legislation的時候 歐洲跟德國已經 代表說 電力公司要 要讓那個小人的 那個電進去 你們沒有 不要考慮方法 這麼一個就關掉 所以 就給你們看 就是現在 歐洲全部的國家 是不一樣的 他們其實現在 都用FIT 因為德國有那個 Proof 德國的FIT 很有滿成功 算得滿成功 所以大家一套這樣 這間UK做一個credit system 但是這個 其實沒有這麼好 所以他們 離開電腦 那個FIT 所以 我會晚一點 發給那個社會 他們可以給大家 看一下 這個比較細節的書籍 然後如果 對台灣公司來說 其實最重要的 馬克思考是 台灣呢 是意大利 跟 傑克跟 德國和法國 風力發電的話 是 丹馬跟德國 還有法國 所以就看 就是他們的那個 方法 讓台灣公司 有很有 做很好的生意 所以 就很快 討論德國的問題 其實我們 我們的國 是說 我國只有3.1 Million ton oil 我們自己做的 這是很少 我們其實需要 108.6 ton 所以另外一個 都是進口的 然後從俄國 挪威、利別、卡薩斯坦 然後你可以看 我們的那個法律的成功 是從1998年到2018年 我們已經 從1997年到1.6 所以會 所以 越來越少 然後我們的 環保局 他們做一個 調查 他們要知道 我們的方法 補助有沒有成功 然後他們發現 如果你做 技能 在那個建築裡面 會很有 成功 你做一個 所以你先給 你的人們錢 然後他們 論他們的建築 比較 所以你不要進口 這麼多石油 所以政府可以 減很多錢 這個很有成功 所以他們認為 他們 他們 獻花24 billion euros 這是很多錢 但是從2020年 德國會 會獻 29 billion 所以他們的方法 很有成功 然後 就給你們 現在德國的情況 其實 我們的GDP 是從一個環保 的企業來的 所以比較大 然後我們 已經有 employment 的話 你可以看是 34萬員工 只有在 財產人員那邊的工作 然後 domestic investment 13 billion 然後我們已經到 10.6% 2009年 所以我們快到 501 然後 prevention of CO2 我們的 我們已經超過 很多的 目的 然後我們的政府 自己認為 他們需要 新的goals 他們不會覺得 我們現在做得很好 就不要發展 他們其實到2002年 就是30% 他們改變到 50% 然後他們還有 製造500,000 就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那個 unemployment rate 其實很高 然後我們其實 這個在討論 是nuclear power phase 所以 為什麼德國政府 在財產裡面 這麼有成功 他們其實開始 1991年 做那個 就是跟 典禮公司說 你要用那個 銷子 但是這個 還沒這麼成功 有沒有 沒有這麼多公司 所以他們 renew the energy act 他們發 2002年的時候 然後 每個四年到 現在三年 他們會改變 他們會改變 你的價格財產裡面 所以如果我用 PD這個時候 會 會收到很多錢 但是2009年 政府認為 這是已經這麼便宜 我不要給你們 這麼多錢 所以他們就 生一點那個 Feed and Tariff 然後我才要 跟你們報道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我跟台灣政府 討論的時候 他們每次覺得 Feed and Tariff 德國是一個 政府的補助 這是不是 這是不是專家 因為在德國 每一家 他們收到 他們的典禮費 他們要付一點點錢 給那個財產能力 所以其實 我們的政府當中 沒有拿錢 不足那個財產能力 這是每個人的 就花一點點錢 然後他們就 不足那個 那個企業 然後這是剛剛 一個最新的一個算方法 這是 Germany Trade 和Best 錯的 他們現在 這是一個 他們 你可以看在這邊 是我們的 這是年 然後這是 太陽能的 一個系統的價格 全部的系統 所以太陽能幫你 給你的 Invertis 跟Balance of Systems 所以你可以 在這裡很清楚 看我們 政府的想法 但是 2007年的時候 Feed and Tariff 對太陽能力 還有很高 因為還沒有這麼便宜 所以他們弄在 零件 零件次 所以在這個 然後每年有 越來越多工作 做錯你的太陽能 特別是 台灣人當中 所以 德國政府每年 第一項 Feed and Tariff 所以 然後 他們現在認為 2012年的時候 有一個小 30kW的太陽能 可以一直 拿得到 Grid Parity Grid Parity的意思是 你 你用一個太陽能本 幫他點 吃點 賣點 洋櫃 所以 無所謂 你用 Cold Power 只是在這個方面 是20 那個Electric Price 是20 Cent 就是從 因為無所謂 就是從那裡來的 因為它們跟 別的 Energy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 我們用 Feed and Tariff 先 Create 一個Market 這是越來越高的Market 然後 每年回調 回調 然後他們 還有一年 我們回到 Pred Parity 才能一個消費系統 然後 在後面 就可以給你們看 這個方法 因為 德國的那個 太陽能市場 不是很大的 Case 都是很小的Case 都是一般的家 放在他們的物理上 所以這是 Pred Parity 但沒有很多家 他們買這個 問題都跟他們 也會看很多 那個小的太陽能幫 然後這是 因為這麼總共 因為政府 電力公司說 你要讓他們走 你不要考慮一個 bureaucratic方法 就卡住他們 所以大家要做 然後 最後的是 這是一個investment 他們賣這個時候 政府說 這年我們的Feed and Tariff 是30Cent 然後20年 你會拿到那個30Cent 所以這是 其實很多人用 那個是退休費 是因為他們先 先花錢 然後會越來越高 一個return of investment 所以你可以看 很多UP 這是一個 都是非常漂亮的 你可以看在這邊什麼吧 然後最後 我們剛剛講的是 太陽能的那個 太陽能幫 其實也滿有興趣 是第二 為什麼這麼有興趣 因為台灣其實可以做 很好的第二 因為你們的position 也有機會 台灣還沒有 只有一個發電站 而已 這是德國的一個 暗瓷是在 在南道那邊 你是在西南部 呢 所以 就是 我們其實台灣 你不要這麼低的 所以 德國政府認為 你先需要很多錢 所以現在那個 五十六千 kWh 所以他們可以 每個德國公司 騎台灣 每個kWh 每個kWh 他們也認為 跟太陽很一樣 你會弄很多這個case 很多那個低流 你可以考慮 一個到一個很大的 發電站 但是你可以考慮到 小的 用整個House B1裡面 也可以有那個低流 所以現在 fit and Tariff很高 你會越來越多case 更機會越來越發展 就會越來越便宜 那個fit and Tariff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比一般的 Energy便宜 然後你也會看 這個暗瓷其實裡面 就是不是private investor 他們利用聯盟五間 所以一共他們投資 做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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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後 93Mbps 可以給 6000多 那個House OK 然後 今天 下午其實增加 是INFORM 40給你們介紹 在台灣已經有40多 德國公司 做那個財神能源 還是JNN 所以這是一個 小小的exert 所以你可以看 在那個部分 我們已經在這裡 有德國公司 來啊 socially 女人 來 照明 你 好 谢谢大家